嗨 苏姬 苏姬今天带来了两位好朋友 帅哥美女女生 lady first先开始 你是谁 你好 我是五方时长的品牌经理 Devina 我那天没有看到你 对 我礼拜六有去哦 我有在现场哦 真的吗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 然后苏姬 另外这位新朋友 看来有点紧张 你是谁 大家好 我是这一次五方时长 合作品牌 啤酒品牌的销售经理 Nik Nik你好 好啦听众朋友 我们要先讲在前面哈 因为呢 我们有被严格规范 不能聊酒 可是呢 我们会讲感觉 这样可以吗 我们可以讲感觉吗 我们这个酒 非常有知识性 我觉得可以聊一下 它的制程 因为其实苏姬 今天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没有给大家看一下食物了 听众朋友 我们其实那天在五方时长 好高兴哦 我那天在那边 吃到了海鲜盘 而且我看到这个海鲜盘 让我想起了巴黎 大家现在都伪出国 对不对 都不能再出国了嘛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大家都伪出国 可是你要去哪里 才有伪出国的感觉呢 比如说我想要去香港 就找一家粤菜餐厅 比如说我想要去巴黎玩耍 我们就去五方时长玩耍 就是吃海鲜盘 苏姬你先介绍你自己 为什么你对法国这么有情感 因为除了五方时长之外 你还有另外一家叫做 珠宝盒法式点心房 珠宝盒法式点心房 为什么你跟法国的渊源是什么 没有特别的渊源 怎么会 你不是以前都跟着你老公出差 你不是都说你都跟你老公出差 然后去巴黎去哪里 看了好多东西吃喝玩乐 对我是那个在巴黎压街头的那一个 对啊 因为我先是那个代理法国的医学的 核子医学的部分的一个药材 那大部分他开会的时间 我就是负责显晃的那一个 所以非常熟悉巴黎的街头 还有他们的生活的样貌 对这也是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巴黎的关系 可是五方时长推海鲜盘 今年是第一次吗 海鲜盘今年是第一次 可是这个啤酒活动已经有三年了 有三年了 好我们还是先从海鲜盘切入 因为有一个 有听众朋友留言了 说珠宝盒的面包健康又好吃 你是货 你是试货的人 谢谢 好了我们来聊这个海鲜盘 因为那天呢 苏西就在问我 他说师母你想不想吃海鲜盘 配啤酒 我想一想 我说我想啊 我说因为我虽然认识苏西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五方时长 听众朋友 我都只有进去逛一逛出来 还有来买菜 对还有 怎么买菜 那是你送我的啦 什么买菜 因为五方时长在礼拜六 对不对 礼拜六在他的餐厅外面有小农事集 我其实今天时间不多 我要让苏西讲出他自己的理念跟理想 可是回到这个海鲜盘 因为我已经被这个海鲜盘的香味逼到不行了 他虽然都是冷食的东西 来 来讲一下海鲜盘 好了 新朋友 你来 来来来 我来介绍一下 你要推麦克风一点点 好 好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我们法式海鲜盘的一些重点 什么元素才是法式呢 应该是说在法国的 譬如说餐酒馆或是餐厅里面 应该很容易就看得到有这样子像这样子呈现的海鲜盘 那我们希望说今年可以在台北也可以吃到 因为大家都不能出国嘛 然后让大家也有感受到夏天这个海鲜盘冰凉的那个风味这样子 而且我其实在法国吃海鲜盘 他们都用一种铝制的盘子对不对 苏西对不对 铝制的盘子 然后他们都会有一种高价 比如说两层 然后都是满满的生蚝 可是问题是你的海鲜盘不只有生蚝 我那天吃到两种贝类 这两种贝类 等一下我太快跳过生蚝了 听众朋友受不了 因为生蚝这件事是海鲜盘的重点 这新朋友怎么笑那么开心 新朋友 生蚝很好吃吗 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不知道王热瑶这么好笑 对不对 来看一下生蚝 生蚝呢 其实在台湾最近这几年也非常流行 然后生蚝呢 其实有不同的产地 有不同的品种 对不对 然后呢 去法国其实主要就是生蚝 我印象中在法国主要大家都是来吃生蚝 可是你的海鲜盘没有 还有其他大家喜欢的东西 是不是 对 好 像今天我们带的生蚝的话有 这个是南非的生蚝 嗯 就是它跟法国的风味是不一样 它是算是比较深海的蚝 颜色也不一样哦 看它的肚子颜色是灰灰的哦 不是白白哦 这个这个是南非 这个是南非 哦南非 哦我拿错了哦 对 南非的话是会有一点点奶白色的感觉 不一样 不一样 形状也不一样 对 然后它也会比较肥美一点 嗯 对 还有啦 哎 时间到了 等一下我们进广告了 王热瑶都一直在看生蚝 都没有在看时间 我们后面七字里文一直招手 一直招手 一直招手 麦克风要提示一下哦 听不到是不是 对 因为它只有半面收音 好 听众没有我不敢动耶 好 我就定住在这生蚝的上面 娜娜姐你要跟那么 照相 哦对 等我一下 你看我上一场还没有结束 等我一下哦 很忙碌 我定在苏喜的脸上哦 还是不行 他们介绍活动内容 好来 苏喜你就一直讲 好好好 活动内容 那你要帮我拍照 你就放着 实习生 你就放着 那你们自己讲 那你们自己讲 好 我们自己讲 现在随便我们讲 哈哈哈哈 五方时常现在跟那个 有鬼啤酒 我们在 呃九月 到九月都会有一个活动 就是呃 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半 都啤酒买一送一哦 生瓶买一送一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找我们玩 然后 刚刚您看到的海鲜盘 如果一周前预定的话 它是买二送一 对 就一周前买二送一 然后还有就是 呃我们现在有出一个 二十杯 卷的啤酒 就是 二十杯 两千元 我觉得感觉好像在买药了 对啊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 对 那个二十杯卷 其实是蛮划算的 因为有鬼的啤酒通常都是精酿的 然后二十杯卷的话 就是您在这个期间里面来享用 都可以 呃 是以一杯大概平均一百元 所以超划算的 哎 有鬼 谢谢 然后欢迎大家赶快来吃这么丰盛的海鲜美食 然后因为 其实 精酿啤酒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让你的食物 还有你的啤酒一加一大于二 就会觉得 为什么要说精酿啊 精酿二跟工业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工业的通常它的 一般我们在便利商店买到的啤酒 通常味道都比较接近 比较一致 那精酿的话 由于在制作过程 还有原料的选用上面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创新的元素进去 嗯 所以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玩 如果大家觉得一成不变的啤酒 已经喝腻的话 就可以选一些精酿来喝 诶他们三个人居然自己开讲起来 无论要不在的时候 他们好自然哦 尊重朋友 没有主持人也可以 我们现在讲海鲜盘多少钱啊 1600元 1600元 两人分的 两人分的哦 两三人都可以 两三人都可以 好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我现在在这边闻到好香的味道 可是大家都看到是冷菜 对不对 冷菜也可以这么香 对 我们在现场 好香 还没有 海鲜盘还没有讲完 因为海鲜盘刚才只有讲到 这个是南非的生蚝 所以我是第一次吃南非的生蚝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不对 对 后来 真假 我没人 要让人看 我是王瑞瑶 你所说听的是中方流星王 超级美食家 听到朋友听到王瑞瑶笑成这样子 是因为广告的时候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珠宝盒 还有五方食杖的老板 女老板 不是老板娘哈 女老板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还有两位好朋友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去介绍 会让你想到法国 会让你想到巴黎的海鲜盘 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 笑得那么大声 是因为苏琪说 你快吃啦 这个是南非生蚝 我说不会硬的啦 我没吃上去 是要怎么吃啦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只有这个是南非生蚝吗 这个是南非 其他的呢 旁边那个是法国 我们来上课 没有生蚝 来来来 等一下我转一个方向 听众朋友 你们在吃生蚝的时候 是不是像王若瑶一样 好像就赶快塞进嘴里 都没有仔细看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 还有他的裙边的颜色 也不一样啦 然后本身的那个 蚝肉的颜色也不一样 所以这是南非 对 这个是法国 这两个都是南非 然后这两个的话都是南非 左边两个的话是那个 这两个是法国 绿色的壳是法国 绿色的壳 现在不能翻过来 因为他们的生蚝有处理 翻过来就掉出来了 对 我们都已经把那个 里面的那个膜 给刮下来 所以非常容易吃 所以等于是 大家去吃这个生蚝吧 有一种生蚝吧的feel 我要让苏喜这样子 好不好 等一下帅哥讲话的时候 再把麦克风还 好 这两个是法国 是 这两个是南非 可是看得出来 南非的海域比较肥 对不对 你看它好大 还有品种的问题 还有看哦 你看大家不要讲说 生蚝只有看大小 没有 其实呢 有的时候生蚝 它的个头小 就像贝隆 贝隆虽然不大 可是贝隆很细 贝隆也很甜 大家要吃了才知道 对啊 你看立刻有人留言说 南非的比较大量 这两颗的话 口感待会试试看的时候 就会知道 它的口感也不一样 好 而且即使是南非海域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裙边的颜色 是比较浅 对不对 这裙边的颜色比较深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上的 不是解剖学 我怎么觉得有一种 解剖学的感觉 并不是在讲美食 老实讲 在五方时常吃东西里面 五方时常吃东西里面 很舒服 因为呢 它的灯光呢 也没有那么强烈 然后整个氛围很轻松 是没有机会像今天 这样子亮光光的 来给大家介绍 好 可是除了圣豪之外呢 你们其实还提供了 虾子 对不对 对 还有台湾东北角直送的 草虾 然后跟透抽 整只的透抽 它是草虾 可是我那天吃没有很硬 我那天其实还没有辨识 因为那天所有的虾子 都是我剥的 对不对 因为像这个虾的话 我们处理的时候 是直接水煮之后 然后是直接冰镇 所以它的口感比较弹牙 然后也会保住 它的那个鲜味 这样子 大家有看到吗 听众朋友追上直播吗 可以看到虾子亮光光 整个都亮光光 然后你说这个是东北角的透抽 是 是不是 然后我那天 其实让我感到困惑的是 两种贝类 我那天其实吃的时候 本来也是迷迷糊糊吃了 吃了之后呢 就说有两种 这两种的品种 我也没听过 一个是钻石贝 一个是刀贝 刀贝 对 刀贝就是很平哦 我拿给听众朋友看 长得像刀子这个 它好像那种咻咻咻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侧面 侧面很平的叫刀贝 然后如果是钻石贝的话 它就是有灵有角 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纽西兰的 它是天然养殖的 那个刀贝跟钻石贝 直接是生石级可以吃的 所以我在空气中 闻到很新鲜的那种 有一种海鲜的那种甜味 其实应该是来自 这两种贝类 对不对 对 我都觉得它的味道 而且它不是生石哦 这是生石吗 它其实有煮熟 但它只有三到五分熟的熟度 对啊 它好香哦 对它很香又很甜 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呈现海鲜盘 一点点海藻香气的感觉 好啦 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要吃吗 有人说可以介绍的 稍微快一点吗 你们很急对不对 好好好 来来 还有这边 大家因为看到了好多菜 发现王润瑶都流连忘返 在海鲜盘里 其实海鲜盘 也有知识跟常识 好啦 今天带来了这三道 我们先来讲一下 无方食尝的用餐方式 这样子才会知道 为什么今天会带这些东西来 无方食尝它主要有三个项目 一个是我们有很好的那个视觉效果 它有很多的 像我们现在桌面看到这样子的冷菜 然后跟沙拉类的 那总共冷菜大概每一天平均 大概会有十种选择左右 那你可以直接选冷菜 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黑板 那黑板上面写满了各种的热菜跟披萨 我有拍照片 对 那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热菜 所以无方是适合一个人去 也适合很多朋友一起来聚餐 那另外一块 我们有很多的小农产品的选品 然后还有台湾直接做的起司 然后跟很多的啤酒跟饮料可以选 所以是一个很舒服的用餐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选择你今天的需求 我喜欢无方食尝 是因为里面有好多苏西你的理想 你们今天没有带烤鸡来 因为他把烤鸡留给另外一个特别来宾 我跟大家介绍 苏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 还有那么任性 对于台湾小农的这一块 要那么认真耕耘 无方食尝的前身 其实是那个一个意大利餐厅 叫兔子听音乐 我那天讲说是兔子在跳舞的 对 有各种 还有兔子在唱歌什么的 所以他的前身是兔子听音乐 对那兔子也是我们的管理的品牌 那其实兔子大家都会觉得很怀念 就是说兔子为什么一定要换五方 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那时候换五方 我们是希望能够延伸 做更多在地的事情 对那兔子因为是一个意大利餐厅 所以他的食材跟有时候的选择 会比较受到局限 那换成五方 他有很多的 很多的利用台湾的一些蔬菜 水果来入菜 所以他的 他可以服务的人 不止只有客人 然后也可以服务到我们的生产者 五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那天其实在讨论五方的时候 我Google了 发现五方有好多意思 对 其实我们当初选 是先以那个英文名来选 叫Take 5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你出去的时候都可以一手带满 这样子 Take 5的意思就是抓 对一手带满 一手带满 对 然后我们中文的名字 采取成五方 因为是希望集结四面八方 所以东西南北是四面 再加上一个中 所以为五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广告的时候要试吃了 拍完照片了 好听众朋友 来 好奇怪 听众朋友 你们为什么会一直催促 我什么要讲菜快一点 是你们肚子饿了吗 你们是斑倒腰 海鲜盘没有讲完 海鲜盘有重要的关键的酱汁 所谓的法国风 其实是这样 对不对 不是说只给你自己穿烫海鲜 在家里怎么做得出法国风呢 对 是不是 我们有包含了 补充一下啦 你们这么饿哦 烧沙酱 然后这个是泰式的甜鸡酱 然后跟辣味的美乃滋 都是主厨自己特调的 都是主厨特调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没有酱油膏啦 也没有蒜蓉酱油的选项啦 这个跟它的酱汁有很多关系 然后一个海藻的沙拉 一个海藻的沙拉 好苏西来 苏西刚才要讲完 因为其实五方时长 五方时长 五方时长 对 就是一个收集美好的食物 食肠 食肠 肠起来 对 收集美好食物的地方 可是这样也可以啊 像宝藏啊 这样也可以啊 对啊 我在跟保师傅在讲 这个五方时长 还是五方时长 它其实就算发音不一样 都有 都有它的 不同的意义 不同的意义 对 而且很有趣 还有听众朋友 虽然刚才苏西讲说 他们改了兔子 他叫什么 兔子会跳舞 兔子亲医院 对 虽然改了这家餐厅 可是也可以看到 五方时长 他们所提供的 每日十种 像这样子的一个菜肴 也是比较偏西式 对 对不对 它偏西式 对啊 这个就是大家在 日本料理店 还是在烧烤店里面 会吃到的 油脂柳叶鱼 它是油脂的柳叶鱼 这个鱼是那个 企鹅宝宝的食物 等一下 我好像不是写柳叶鱼 我好像写另外一种鱼 因为都是有鱼卵的 这是柳叶鱼 柳叶鱼 你说它是企鹅宝宝的食物 对 我们在跟企鹅宝宝抢食物吗 柳叶鱼 这柳叶鱼用一种油脂的方式 很酥哦 很好吃很软 对不对 入味 有人说不是肚子饿 是迫不及待想看精髓 今天的精髓 都在这里 等一下王润瑶要吃给大家看 我其实不能动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珠宝盒法式点心坊 还有五方食肠的老板 苏西 林淑珍 还有他们的品牌经理 品牌经理来 对啊 他讲了一个英文 可是我这里写的是中文 味君田 是不是 对 我有讲 我没有念错 对不对 没有没有 然后还有现场的这位帅哥 他是一个啤酒的销售经理 你想他很厉害 Nick 大家好 我是Nick 你要在我们没有被政府抓的一个状况之下 讲你的啤酒的知识 因为老实说 在这个地方吃饭 喝什么很重要 尤其是海鲜盘配啤酒 这个其实是标配对不对 其实我们有特别的去选过我们要合作的这个酒厂 那为什么呢 Nick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Nick来 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企划上面也讨论很久 那我们在酒款的选定上面 因为目前的酒款我们是比较多元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小酒厂 所以其实是可以跟合作伙伴一起讨论说 你不是进口商喔 不是我们是一个自己在台湾的酒厂新的 真的自己酿酒 下次带你去玩 自己酿啤酒 对 对 可是我那天去只有苦跟酸的选择啊 是不是 你那天喝到的是苦怪皮的一个 不能讲出来 我们那天喝到的是什么 是苦的 一个苦的 跟一个酸的 是不是 那所以介绍一下你们在地酿啤酒 我可以这样说吗 好来 可以这样子吗 我们家气质力文来了 因为景语来了 好景语来了 我要先讲景语哈 好 呃 什么你的景语是禁止酒驾 当然 不是酒驾本来就不行啊 是绝对不行 好我来讲景语 呃景语就是未满18岁勤勿饮酒 尤其是现在在暑假期间 还有一个景语就是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 Nick该你了 Nick今天好紧张 因为不知道要讲到什么 会被 对我们要一直规避 对啊 对啊 很紧张 你先讲一下 很怕踩到地雷 你们为什么想要自己酿 台湾自己的啤酒 都已经有台啤啦 干嘛还要你们 因为大家每天都一直喝台啤嘛 但是其实啤酒在世界各地 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 那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可以在台湾 酿造出这么多元的啤酒 然后让大家可以享受到 最新鲜 那尤其我们全部都是全程冷藏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么热的地方 可以随时随地都来到一杯 很好喝 然后很有特色的精量啤酒 哦 所以你们做的是精量啤酒 你们做的不是像类似台啤那种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天 其实我们用简单法来选啤酒 老实讲 对 因为呢 在面对消费者的时候 我觉得苏西的 呃 这种做法很聪明 就是你喜欢喝苦一点 还是你喜欢喝酸一点 等于是你就有一个这样子的风味 可是我觉得 妮可我们这样的讲法 你会很伤心 对不对 应该会有更多味道的呈现 而不是说 你要酸 你要苦 你要甜 还是你要很甜蜜 有像极爱情的感觉 是类似这样 我现在很红这句话 对啊 妮可你要怎么样描述 你们对于台湾在地的精量啤酒的 风味轮的呈现 我好文青哦 风味轮 其实风味轮这个东西 对消费者来说 是有点距离的 但是其实很好玩 那所以就像大家在跟选啤酒的时候 说苦一点 酸一点 我觉得其实很直观 很能够 因为他是来消费 他是来享受这个美食 那你要让他喝到他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先让他用最简单的味觉去选 那我觉得是可以 当他觉得精量啤酒好玩 好喝之后 他才会有下一次的机会再尝试 然后再慢慢的选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 其实喝啤酒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的事情 一开始不要弄得那么的复杂 那么的学术 对啊 可是我觉得不那么复杂 不那么学术 也跟这个餐厅的氛围 还有跟这个餐厅所提供的料理有关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今天在五方食藏 吃了海鲜盘 然后点了这些人的前菜 他其实感觉上 我其实就要有一个啤酒这样子的一个饮料来配搭 带一点气泡 然后带一点搭配食物的风味 对不对 因为他有一点苦嘛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麦香 然后甚至在嘴巴里面这样子好凉快的感受 而且这一个活动的档期啊 因为持续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希望消费者在这一段时间 可以跟我们一起一起玩 所以除了海鲜的话会每个月 会有一些小菜的更换以外 我们的啤酒的部分也会随着每一次的活动的不同 然后更换非常多的口味 跟酿制的方法 还有苏西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啊 因为老实讲 我刚才有讲啊 苏西非常非常在乎台湾在地 还有台湾小农 没有想到还有台湾的酿酒厂也被你盯上了 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 怎么发现啊 对啊 因为苏西总是在身边有好多朋友 我那天还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对 我的身边就是充满了这样子的有趣的朋友 所以大家就一起做一些很有趣 然后不是在框架内的事情 然后可以一起找出那个突破框架的方法 还有关键是在于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苏西就是开餐厅嘛 有业者要来卖酒就来卖酒 有业者要来卖食材就来卖食材 其实不是哦 我们来认识一下苏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那天其实在那边吃了一顿晚餐 我也给我自己上了一堂课 苏西也给我上了一堂台湾土鸡课 我好吃惊哦 你先透露一点好了 我们对啊 我们就以那只土鸡为范本 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的合作的朋友里面 有很多的农夫都是像这只土鸡的故事一样 他们其实有很强大的理念在支撑他们的创业 像这只土鸡 他养在高山的部落里 那为什么养在部落 因为他希望能够支持部落的妇女 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 你那只是在宜兰吗 我那只是在宜兰大同 五方的是宜兰大同的 所以你也是在山里面 你的那只鸡 听众朋友我要预告 台湾的土鸡要养到玉山上了 对 对这是一个实验 然后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五方食肠 他们现在只用那一只鸡做烤鸡 是因为那只鸡的烤鸡是苏西指定 他的量身定做的烤鸡 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当初选也是做很多不同的风味的选择 然后选到最后我们是选这个宜兰的这个地区 因为他的水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鸡的味道就是非常的干净 对 没有任何的腥味 而且鸡的味道很香 对 鸡皮也很香 对 而且很juicy 我其实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一只烤鸡 而且是用台湾土鸡烤的鸡 然后像这样子我们就是跟生产者去建立一个 用数据式的方式来饲养这个鸡 然后也邀请生产者来吃 我们做的料理 让他知道说他养出来的鸡是变成什么样的料理 所以两方就会得到一个非常 非常认真看待这个事情 广告来了 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并不是说今天开了一个价钱 他买了一只鸡要做烤鸡 不是这样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无方食尝 他们在食材这个部分有多专注 还有那天我才知道 他为了想要用这只鸡 整个农场的鸡都包了 等一下 你的老板有没有很疯 他都是这样 你的老板有没有很疯 要做就是要做到这 他真的很疯 他真的疯到 就比如说大家都会讲说 现在台湾有很多餐厅 大家都在讲说我的食材严选 他这不是食材严选 他的食材是为了他自己量身定做 因为他要做一只最好吃的烤鸡 所以他就去量身定做了一只最适合烤鸡的鸡 而且整个农场都给人家包下来 我其实有一点烦恼 那个鸡不知道你苏喜这样子 可是听众朋友他们其实五方食肠里面有 有生的鸡可以卖你 有有有 就如果你也爱吃烤鸡的话 你想你喜欢吃我们这个烤鸡的风味的话 我们也有新鲜的可以贩售 对啊 等一下我要把麦克风交给你的员工 你老板有没有很疯 那天那天苏喜的女儿跟我们在一起 苏喜的女儿说我已经习惯了 我在跟他女儿讲说 你妈妈都做事这样子 怎么他就说他都已经习惯了 对 是不是 对 通常通常苏喜 其实他每天会多 丢很多想法出来给我们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但后来我们也习惯 因为他他想要做 呃台湾最不一样的餐厅 台湾最不一样的甜点 对 所以其实他会把很多一些新的想法都带进来 然后也也跟我们讲 我们就是随时接收他的这个 这些想法这样子 还有关键是在于即使是这么爱台湾 也不会说直局限用台湾食材 没有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他的海鲜盘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有一二三一二三四 四种材料是进口的 对不对 对 对啊 其实还是有一个标准在 并不是为了硬要爱台湾而做出一个框架 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会直接从农场出发 而且真正从农场出发 是不是 是 那个烤鸡大家赶快去吃啦 我其实哦 那个烤鸡非常完美 我们前两天 昨天才在一个地方吃烤鸡 像你 吃了别人的烤鸡就哀哀叫了 你们上面看到的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糯米椒的部分 那这个 糯米椒 也是我们限定请农场种植的 因为它是介于糯米椒跟角椒中间的一个品种 比较大 我有疑问 对 这个椒看起来像配菜 你那么啰嗦干嘛呢 谁知道这个是糯米椒跟角椒之间 你看 有人皱眉头 来来来 妮可 妮可 你可以分辨得出来 这个辣椒很厉害吗 我第一次听到角椒这些东西 等我一下 等下 我要让苏西麦克风你拿着 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它有多多多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现在的时间是11点40分58秒 我们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五方食杖 还有珠宝盒的女老板苏西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分享他们这一季推出的海鲜盘 还有一些料理 而且现场还有一位美女跟帅哥 他们两个人今天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话 我也不确定 可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呢 在看到一些料理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开餐厅的经营理念 最近呢 好多主厨都在讲呢 他们都要用台湾的食材 可是你有听过一个餐厅的老板 要开餐厅 他要用的烤鸡 要量身定做 从饲养这只鸡 变成什么样的口感 而且一直不断的跟饲养方 跟农夫不断的沟通协调 才养出一只 他自己认为最完美的鸡吗 而且今天他在现场 带了这个柳叶鱼的这个菜 我以为他要跟我讲柳叶鱼 没有 他要跟我讲柳叶鱼上面绿绿的 这个看起来像是配菜的是什么 它是介于糯米椒跟绞椒之间的一个品种 然后呢 对 你让农民帮你种 对 我们让香草野园这个农民来帮我们种 所以用它来入菜 请问一下 等一下 这个看起来像Campon一样的东西 有这么重要吗 苏西 有 目的是什么 其实从小细节里面可以吃到完全不一样的风味 尤其我们的菜的味道会特别的新鲜 特别的好吃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苏西的小农市集 礼拜六开市的小农市集 那个时候苏西帮我介绍了一位农夫 这个农夫是从阳明山上下来 来送菜 苏西说你跟他订菜订多久 他才把菜卖你 好多年 好多年 他一直炉他一直炉他 然后呢 我自己听到之后我就很高兴 我说那我可以采访这个阳明山上种菜的小农吗 可是这个小农很有趣 他非常有个性 个性 我记得我是今年春天碰到这个小农 这个小农说 我冬天才有空哦 我心里想什么 什么啊 我说我请你来节目里面讲那个阳明山的小农日记 他说我冬天才有空 我现在没有空理你 你认识的人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 对我们的农夫都很有个性 我们的生产者都这样 那你为什么非要用他的菜不可 因为他他种菜有他的坚持 其实每个农夫他自己的坚持 就是他整个的生产管理嘛 那这个生产管理的周期 跟他下什么样的肥料 他种植是什么样的方法 不一定是有机哦 对 然后菜是不是土地温室 或者露天或者水耕 那这些都会影响他的风味 所以五方的话都不选择水耕的蔬菜 因为水耕的蔬菜的话 我个人啊 我不能说他不好 那我个人的话 我比较偏向喜好土耕的 你的意思是说风味的问题嘛 因为其实老实讲 水耕蔬菜很嫩哦 对 可是听众朋友不要误会 水耕蔬菜只有用水哦 不是 水里面其实有营养 他有像很多的营养的部分 对 所以 如果换句话讲 苏喜你也不喜欢科技蔬菜咯 对我不喜欢 你看他的表情一下子 好像被电到一样 科技蔬菜其实也很嫩哦 对 也很嫩 可是科技蔬菜少了 少了 我可以讲吗 少了阳光 空气 自然水 可以这样讲吗 土 可以 是不是 还有土 土质土壤的力量 对 土力 对 我其实 如果听众朋友 如果有经过五方食尝 还是说有进去过 你不要以为 他就是一般的餐厅 跟一般的食材供应商 你的这个严选的标准 真让人瞠目结舌 是这样的讲法吗 所以我们的这个好伙伴就很可怜 他被我们炉的很可怜 因为我们要求他一定要酿出六到七种不同的风味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问题 所以等于是并不是你们现成的金养啤酒 让五方来选择不是吗 发生什么事了 妮可被虐待的过程里面 妮可你说 没有没有 你就用你的麦克风 我要让苏西 你等一下 其实我们已经 讨论这个东西 为了要搭配 我们从三月开始 对三月开始 你为什么这样做生意啊 就他有什么啤酒 我来试就好了 不是吗 不是 大家都是这样啊 为什么非这样子不可 那我们其实也很开心 有这样的机会 一直不断的去跟我们酿酒师沟通 让他去想出新的酒谱 想出新的 他想要酿的东西 然后来尝试这个新的酒款 然后让很多啤酒里面不一样的元素 像是啤酒花带出来的香气啊 风味啊 可以跟食物的搭配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香气 一种调味料的感觉 让你在每一口海鲜啊 美食之后 你可以重新的让你的口腔变得更干净 你的第二口食物也会变得更鲜美 这也是我在吃饭的时候 喜欢喝啤酒的一个理由 因为其实啤酒里面有苦味 有甜味 有酸味 这个其实可以讲到 这也可以是菜肴里面的另外一种调味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设想为 它是另外一种沾酱 然后还有它有带气泡 它立刻就让你很fresh 有一种重新来过的感受 然后我们好朋友 其实他很注意那个啤酒的酸度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那个酸度会让你在 吃完饭的时候 相对会觉得 食物更清爽 然后更舒适 而且还有酸这些 这个元素很适合海鲜 对不对 我们今天其实现场里面 全部都是海鲜哦 除了这个海鲜盘里面 另外的这三道也是海鲜 所以啤酒真的是海鲜的凉拌吗 尼克 像应该说要看哪一种啤酒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啤酒种的非常多 那我专解一下就给我打脸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怕听众朋友们 等下就随便去买了啤酒 然后试海鲜 然后就发现 对啊 他们如果不喜欢 所以也有违和 我们责任很重大这样子 那所以等于是一开始 你们在测试这个啤酒 比如说什么啤酒要成为今年夏天 五方食肠的主力的时候 你们也有去五方食肠吃饭吗 对啊 我们就是很开心的 一直去试菜这样 一直来试试 你应该是说 嗜酒师做不出来 所以要一直试菜 确认味道 是这样吗 我好坏哦 其实我们礼拜 刚好这个上个礼拜六 有一个现场开生蚝的活动 然后那一天就有一只 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啤酒 听说他们全部的公司 所有的员工 一起刷了生蚝 刷了八个小时 什么意思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啊 你渴 因为那一款酒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生蚝的壳 对那因为生蚝的壳 这个部分 它本身还是有很多 微量的一些 营养啊 元素啊 可以提供酵母很棒的生长 然后它其实 它是一种很传统的 英国的酿造方式 对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黑啤酒跟生蚝海鲜 这个东西非常的搭配 好休息一下 近段广告再回来 我以为你们去吃 不是我以为你们去吃生蚝 为了想要 为了想要给它洗碗 你知道因为你们吃太多了 所以帮人家把生蚝刷干净 所以等于是你们把生蚝做成 酿酒的一个元素 对不对 然后做成一只黑皮 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而且是为了这次活动 对才做的 才做的 等一下 所以苏西尼不断的丢问题给他们 他们其实就可以透过活动 做新的风味 对不对 对对对 他们的弹性啊 因为他们的酒厂啊 很特别 它有小的实验槽 跟大的正式槽 正式酿酒的系统 所以他们实验槽的这个部分 就可以做很小批量的测试 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啤酒的品牌 写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啦 因为听众朋友这样子要搜寻就比较快 而且老实讲 如果这支啤酒很成功的话 以后只要是海鲜餐厅要搭配生蚝 你们都可以供应这一只啊 还是这只就是五方食肠的专属 你们会是这样做的吗 我们现在 别人要可以吗 也还在跟整个品牌在讨论阶段 希望说这一款酒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间点 再推出来跟大家见面 哦难度很高耶 难度很高 其实很耗费公事 难度很高耶 难怪要这么久之前就要跟你们讨论跟商量 对然后现在搭配的有另外一款啊 它很有趣 你一喝它你会觉得说它是满满的花香 我那边喝两款没有花香 可是我觉得那天才说 啤酒一直在花 可是我那天喝的苦跟酸的那两只 其实都很好喝 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喝起来不会有那种排斥感啊 搞不好有的人会对于 金阳啤酒的风格 就比如说金阳啤酒是比较有个性的啤酒 等一下我这样拍 那个妹妹也可以进去 可是你的脸会变很大啊 尼可 对啊 没关系我们有安排它是小脸 可是问题是听众朋友他刚才有讲啊 用生烤盒来酿黑啤酒 这是英国的一种传统啊 可是问题是在台湾成不成功 台湾是不是可以吸引你们要的的菌种还是什么 对不对 还是有一点难度 可是一酿就成功了吗 其实我们对于品质相当坚实 如果我们酿出来的酒 我们自己测试觉得不开心的话 我们就不敢交给我们的火烦 什么叫不开心 喝起来不会送 喝起来不会送 所以不要卖 是这样吗 喝起来怪怪的 像极了爱情 像极了爱情 现在大家 听众朋友我对这句话有意见啊 我今天晚上会评论这句话 像极了爱情 难道你以为讲到这句话就是文青了吗 大家脑坡怎么那么弱呢 像极了爱情 好坏哦 好来 最后一段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珠宝盒法式点心坊 还有五方食肠的老板 女老板林淑珍 苏喜 还有品牌经理魏军田 以及蔡先生 蔡先生 妮可 妮可 妮可其实我要纠正她 她其实 她其实是在台湾酿啤酒的人 酿精酿啤酒的人 而且她该 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 为了想要替这家餐厅量身定做 今年夏季的料理 只有夏季料理 他们呢 动用了研发团队 开发出了六款 我们刚才讲是不是六款 不止 你看她的表情 她的眼睛都来赚去 不止 因为还在研究中 就等于是ING中 对不对 对 一直都在做这样子的事 可是我要讲 其实进口的精酿啤酒也很多 苏喜你直接选也可以 可是你就是不要这样干 对 其实我们去年开始就是 啤酒的这个活动 就是都是以台湾在地啤酒为出发 对 所以像去年的酿酒厂跟今年就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每一年让我们的客人 她有一个新的生活体验 那这是我们的目标 还有我觉得也是相对于酿酒厂来讲 就有新的刺激嘛 有客人这么啰嗦吗 妮可 你们有碰过比她还啰嗦的客人吗 没有 我觉得我们不啰嗦 是你们要求太严重 是吗 妮可有吗 就比如说大家来提出来 我要搭配什么菜 我要做什么东西 有人这么直接直白的提出他们要量身定做啤酒的这种需求吗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客制化啤酒这件事情的要求其实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会觉得很好玩 我都想把自己的一些创意啊 很多的客户会想要把自己的一些idea放进去 然后做一些很有台湾风味的东西 你举例 大家就是要放马告吗 不是吗 除了马告还有什么 其实台湾是因为水果王国嘛 各种水果其实都有机会跟啤酒做搭配 这也是一个想法 而且不同季节的水果都很适合 可是如果水酒要变成金样啤酒的风味 难道就是极果汁吗 它的这个技术层次是怎么样 用水果怎么酿吗 怎么样让这支啤酒里面有味道 我就说难道就是 因为我有喝过台啤的 他们就是在里面放一个成 你笑什么 这也是技术啊 你干嘛啦 就比如说我自己还跑去台南喝欸 就是在啤酒里面加某种程度的新鲜水果汁啦 对不对 可是技术是这样子而已吗 有其他的技术吗 比如说我们在哪一个酿造阶段要把水果放进去 那最后水果跟啤酒 终究要变成什么样类型的啤酒 因为啤酒类型非常的多 而它不会只是变成什么什么水果啤酒 这样就对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的无聊 我们就不想要只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跟苏西都一样 你们公司跟苏西都一样 都喜欢挑战不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都蛮被虐狂的 我这样讲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在跟你们提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们好像是习以为常 因为对一个消费者来讲 我的态度就是 你们其实就是选出 你们现在有的现成的商品来做配搭 这个其实是最快的 对不对 对于成本来讲也是最低的 可是很显然你们并不想这样做 嗯 对没错 苏西是一个疯狂的人 苏西其实在支持小农的这个部分 花好多心思哦 这个苏西是我们台东种的哦 来哦 我们本来又要挑另外一个 他就直接又转到美食了 他不想让我多问问题 因为他知道我要透问他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苏西 这个苏西是来自台东的 你知道台湾苏西品种 大概已经快20种了 对 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是16种 现在已经20了对不对 哦 这个看起来我就可以偷吃一口 因为我刚刚其实不想偷吃 是因为想维持完整给大家拍照了 可是这个苏西沙 可以啊 苏西我要问你这个苏黎的这个沙拉 等一下 看哦 这个苏黎沙拉 我都可以闻到这个苏黎沙拉 好新鲜的感觉哦 而且其实台湾种的苏黎 很好吃 好吃 很幸福 我在讲 虽然它不是意大利餐厅 可是你们都做了好多西餐风味的料理 嗯 这种冷食 这冷食其实就是你们 五方食肠最大的特色嘛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场都有各式各样的冷食 来哦 来你讲 五方食肠 就是来五方食肠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一进来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冷食的柜 那里面有摆了各式各样的冷食 那在今年夏天 我们也跟了客座的主厨 之前咬学问的主厨乔治 也一起策划了一些新的夏日的海鲜餐点 我就觉得你们好有趣哦 你们连主厨这件事情也可以做成一种挑战 就是找不一样的主厨来 然后给他 一样给他你们的要求 然后就开始来做他的料理 对不对 没错 希望也可以让一些 比如说每天想要来的客人 熟客也可以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风味的东西 可以选择这样 对 你要继续讲 我吓人还没有吞吞 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带来 譬如说今天有泰式的凉拌透抽 然后我们有用一些 这次夏季 譬如说有小黄瓜 然后还有加鱼露下去一起做凉拌的 然后跟旁边的油脂 刚刚没有讲到 油脂柳也有这个的话 里面的油 它不是一般的橄榄油而已 它是用花椒下去做成的花椒油 哦 风味油对不对 是 这个其实一吃就想要喝酒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 你们想不想 你们想不想让王苑瑶测试 刚刚苏西讲了半天 很神奇的这个 介于角椒跟糯米椒之间 别人看起来或许你会把它挑掉 可是在他眼里很重要的一种材料 一种食材 而且是请小农特别种的 这叫什么椒 糯米椒跟角椒之间的椒 它现在是用品种名在规划 在区分它 品种名在区分 大家想知道什么味道吗 它不辣 可是它会比较脆 它比较有厚度 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 它比较有厚度 因为如果是糯米椒的话 糯米椒其实比较薄 这样子的说法 对不对 对 好 还有就是我想要分享 我那天去无方食肠吃饭的经验 那天我虽然跟苏西他们一家人 一起用餐 可是呢 我们那天呢 也有人跟我们并桌 大家呢 会知道 其实现在新冠肺炎 好像还没有过去 对不对 而且这一波 大家又开始紧张起来了 因为连政府官员 都呼吁听众朋友 还是呼吁全国人民 要继续要采购口罩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件事吗 对 我那天去了无方食肠之后 我就想说 我们可以共食 可是我也可以一个人独食 而且我一个人独食 还可以跟全家人一起 一个人独食 我发现有很多人 拿了一个盘子 他把他自己爱吃的菜 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是这样讲吗 我有看错吗 对 是怎么样的一个用餐方式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冷菜的部分 它的选择都是一小份 一小份的 看你喜欢吃什么 点什么 对 所以其实不会像餐厅来说 一道菜就是一大盘 你可能会吃不完 或可能你想吃这个 我爸爸想吃那个 就会马上在餐厅 餐桌产生纠纷 对 对 所以五方的话 是一个很有弹性的地方 然后当初我们要改的原因的话 我们是希望推动 在家用餐的概念 所以他欢迎外带嘛 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这样子创业到现在 我觉得 因为我们家真的还是有煮晚餐 可是我觉得回家吃饭 然后你自己要准备这么多菜 是蛮辛苦的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也许你只要买个一两道菜 然后回家自己炒个青菜 煮个白饭 然后炒一个蛋 你就可以完成 今天一个很丰盛的料理 听到没有 谢谢苏西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时间结束了 我其实那天第一次进到无方时常吃饭 我其实自己就有那种非常安心吃饭 又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他其实就是经营了那样子的感觉 即使是你一个人吃 面壁吃 因为你们有一个 有一个高脚乙区 其实是不能讲面壁啦 面窗户 对不对 对 即使是你一个人吃 你也不会觉得好孤单 好冷清 没有 也不会说想要吃的不丰盛 而且常常常都会有社区的老先生老太太来吃饭 那我就去看了 我就会觉得很感动 就会觉得 这就是我们当初想要的那个目标 好 我要带王秋桂老师去吃饭 我要带汉学大师秋桂老师去吃饭 因为呢 无方时常的料理 它的调味 我要讲 调味都没有很咸 然后都是在讲究原味 像原味凸显的菜 完全没有添加 跟面包一样 对啊 所以呢 他刚才讲到老人家的这件事情 我就想到秋桂老师了 他都一直觉得外面做的菜很咸 他都觉得 没有用一种好的材料 所以调味才要那么重 这是秋桂老师的想法 好啦 我们谢谢苏西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一直都念不出你的英文名字 是我吗 对啊 Devina Devina 对 Devina 对 Devina 好听众朋友 你看到他在店里 就要叫他Devina 然后不过你们应该都会看到苏西在现场 苏西会在现场 礼拜六可以来找我买菜 等一下礼拜六几点 10点开始 10点 亲自服务 亲自服务啊 他会亲自跟你收营哦 还有为什么10点才开始 是因为小农要送菜到这个点 地点来 对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小农 风尘仆仆的 从四面霸方送菜来 对 有人赏了20颗星星给你 谢谢 谢谢 可是是赏给你我收钱 异可 异可我们下次再来聊啤酒 好啊 对啊 我们如果那个过了暑假了 我们去 我们去他们那儿玩 好啊 我们可以去那边玩 非常欢迎 非常欢迎 曹师傅一起去啊 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对啊 等到这个暑假过后 他们就不会对酒这件事情那么紧张 因为 对 因为是小孩子都放假了 所以他们很担心小孩子看到 等一下 你为什么带那么多珠宝来呢 你看 我在学啊 你看 有没有看到 对啊 我设计的哦 他带 对啊 你身上带了三件珠宝 现在来看到 现在正在学金工 很好 称为老年之后的乐趣 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本来就需要这样子 好啦 谢谢三位贵宾 Nik 谢谢 拜拜 好 王瑞瑶跟大家说拜拜 王瑞瑶若离 几次已经吃完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加油 请